統一師春遜第二階段進入尾聲 球團內部的彈心狀況也告一段落 潘武雄不但連續兩年 繳出三成八級 三成打擊率 榮獲二零一二打擊王 成為關鍵中心打線之一 去年更是首次以隊長身份 帶領球隊拿下總冠軍 為了肯定Tarkey的貢獻 統一師再次與他簽訂三年的 附數年約 總金額高達一千三百零八萬 然後拼出好的成績給公司 然後拼出好的資金給球員這樣子 至於新生代巨砲鄧志偉 去年出賽一百零六場 擊出一百一十四支安打 以及十支全雷打 連續兩年展現優秀場打能力 獲得加薪七萬元 對於去年的資金 可以拿到這個薪水就算還不錯 然後一萬金額可以達到薪水 相較於這兩位的亮臉表現 高國慶前年因為掛念家中早產的 一雙寶貝兒女五星打球 導致成績下滑 不過隨著小寶貝們健康長大 逐漸放心的綠色坦克 也找回了自己的進攻手感 去年在總冠軍系列戰中 交出四成六七的打擊率 找回習日火力後 不但拿下系列戰MVP 也獲得加薪三萬六千元的肯定 除此之外副隊長陳擁機簽訂兩年複數年約 狀態上和富魚缸也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薪資調整 至於商譽付出後一直狀況調整中的潘威倫 去年六勝九敗成績不盡領項 但球團依然感謝他的長期奉獻 簽訂月薪四十五萬的兩年合約 期許潘威倫再付出第二年有更好的表現 我來提供新聞郭登陽與細節綜合報導